我是紀錄片導演魏時鈺 從2011年到2017年 我拍攝了一部電影叫《古巴花旦》 講1940年代 何秋蘭跟黃美玉 兩位古巴婆婆在哈瓦那學樂劇唱樂劇這樣的故事 希望我們有機會 能把我們這個片子放給哈瓦那 僅存的那一百來個華人 何秋蘭是純種的古巴白人 養父是一個華人叫方彪 何秋蘭生下來兩個月 她的爸爸就去世了 方彪在街上把這一對無家可歸的母女給撿回家裡頭去 然後從此就有了這麼一段婦女情 而且從小就教她唱樂劇、說中文 到8歲的時候就進了戲班 黃美玉媽媽是古巴黑人 爸爸是華人 華人在哈瓦那 最多的時候可能達到十幾萬 抗戰募捐的時候 黃美玉就在這個活動裡頭看見何秋蘭唱戲 她特別喜歡 第二天她自己也加入了戲班 雖然她有中國血統 她不會說中文 何秋蘭要幫忙把西班牙語的發音寫在這些漢字上 然後黃美玉就看這個發音 然後死記硬背 當時在古巴華人社區 如果你喜歡樂劇的話 把自己的孩子送過去去學樂劇 這是一個挺好的事情 方彪辦的這個戲班叫國光劇團 國光劇團裡頭一共有二十幾個女生 長得比較像中國人樣子 大概有三四個女孩 其他人的樣子都是混血的 他們巡演每年都會出去 從哈瓦那出發 一站一站下去 每一站上都有華人社區 少則幾千人 多則一兩萬人 所有的人都是靠這個東西 來解他的這種思想之情 古巴1959年實行了社會主義 比如說一些華人用血汗掙來的這些商店 這些財產就會被充公 華人社區就迅速衰落了 他倆也就沒有什麼機會去唱樂劇 何秋蘭就沒有繼續念書 他已經結婚了 然後他就做收銀員了 黃美玉就繼續去念大學 然後後面就做外交官 都到了六十幾歲的時候 可能對自己那種青春年少的時期 有一些懷念 黃美玉又找到何秋蘭 兩個人一塊又唱戲 就這樣子重新撿起了樂劇 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一四年呢 都有好心人贊助他們回來的 第一次跨越大洋 去何秋蘭父親的家鄉開屏 去巴河會館 他們兩個在廣州那邊聽戲 還有到佛山的祖廟 第二次來香港和廣東的時候 熱心人專門安排了 謝雪欣跟龍貫天來 跟他們倆一塊唱 他們原來一直覺得 中國是一個很遙遠的傳說 至於能不能去呢 一直都覺得那個是一個夢 最後呢真的就是到了這個地方 當我問他們說 你的人生還有沒有什麼夢想 他們兩個都說 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去中國 即便是到老了 你還是覺得他們很有活力的 我喜歡那種跨越邊界的人 我覺得這種有心去跨越的人呢 一般他都會有一些冒險精神 有一些勇氣 整個人的態度是開放的 他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